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为台湾流一滴血流一滴汗 中国即将迎来疫情后的首个双十一 各大电商平台预售火热启动 外媒称双十一开局火爆 显示出中国消费复苏的强烈迹象 韩国接连出现20多例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病例 引发民众强烈担忧 韩卫生部门表示 上无法确定死亡病例与接种疫苗是否直接关联 全球动力最强的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 正式列装俄罗斯核动力舰队 将于12月开启首次工作航行 印度一家大型政府医院卫生状况堪忧 患者拍摄到多只老鼠在ICU病房内乱窜 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21号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三项对台军售 总价是超过了18亿美元 有专家就直言即使购买再多的武器装备 美国也不会为台湾流一滴血一滴汗 我们来看报道 据多家台媒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美东部时间21号宣布 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三项武器 台湾防务部门22号一早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报道 三项售台武器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 F-16战机新型侦察吊舱 总价值约18.113亿美元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 第八次对台军售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新闻稿指出 这项军售是基于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 或将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对此台湾防务部门宣称 美国本次对台军售的武器装备 有助于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可视战力 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做出正当必要反应 F-16如果加装了吊舱之后 在夜间对各种极端条件有很强的摄影能力 加挂了引进的斯拉姆导弹 300公里范围内对地面海上目标 有很强的回上能力 另外海马斯如果加装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之后 300公里范围内也可以对陆上目标 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所以总之这次对待军手 美军更强调进攻性 更强调主动性 所以目前看这种用心非常显乐 即使台军装备了各种进攻性武器装备 绝对劣势依然是台军的主要标签 近段时间以来 解放军军机密集前往台海区域 目的就是为了震慑台独 对此岛内持续恐慌 更有人请求美国援助 但是美国真的能为台湾提供军事保护吗 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报道 解放军将新款东风17高超声速导弹 部署在东南沿海 以取代部署几十年的东风11和东风15等旧款导弹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台媒关注 台湾TVBS电视台就指出 东风17连美军都感到头疼 台湾的爱国者三导弹恐难防御 以去年大陆阅兵首度亮相的东风17为例 射速高达10倍音速 能达到大气层在下坠攻击 作战范围2500公里 精度达到1.86公尺 而现役的爱国者三行 速度只有5马赫 作战距离160公里 作战高度30公里 属于中低空域防御 因为大家都首次遇见这种弹道 所以爱国者是不是能够防御 其实是一个问题 它的拦截 它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 一般那么简单 还有台媒提问 台湾的天宫防空导弹射程 比爱国者远 作战范围200公里 射速达到7马赫 不知跟爱国者相互搭配 能否补足最后一块拼图 对此岛内军事专家称 完全拦截是不切实际的 我想其实东风11这种新型武器 它对台湾来说 目前要拦截 其实相对来说 是相对比较难一点的 所以其实与其你说 你要做完全拦截 这一点其实是比较不切实际的 它所代表不只是攻击 台湾陆上的这种高价值目标 更重要是对于说 可能持援的美军 这种力量 构成严重的威胁 比如说在陆基的航空部队 或者海军的这种航舰 打击群等等 10月20号 中国军网微信公众号发布稿件 题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插播一条东风17 全文军事国庆70周年阅兵时 东风17方队授阅照片 在评论区有网友就表示 懂的都懂 在2019年的国庆阅兵上 东风17高超声速导弹首次亮相 作为一款新型常规导弹 东风17具备全天候 无依托强突防的特点 可对中进程目标 实施精确打击 无论是导弹性能还是突防能力 都叫其他型号常规导弹 有了很大提升 您看见这一型导弹呢 它的外形很有特点 区别无比我们以往的导弹 是远弹头 它不一样就是尖尖的伸冷性 而且还要带小翅膀 这样子对它的作战性能来说 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这样的设计 会使它的图防能力大大增强 这个弹头设计像个小飞机 它的设计会使弹头的飞行轨迹 更加灵活多变 整个图防下来 敌人很难拦截它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台湾媒体 不断炒作解放军相关议题 有意渲染大陆方面军事威胁 对此中国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校 稍早前回应称 谋独挑衅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注定不会得逞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胆敢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我们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予以挫败 台湾问题一直是 美国操弄反华议题的重要抓手 被美国用作 钳制中国的工具 当地时间20号 美国国会众议院 中国工作组 推出所谓中国工作组法案 其中有七部法案 与台湾直接相关 那么美国真的能为台湾 提供军事保护吗 台湾地区热潮 或者恶潮 东风17导弹 有很多的想法 首先通过地中导弹 可以诉苦 这是向美进行 再次军构的一个信号 或是目标 那东风17导弹 对各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有很强的穿透功能 如果凭借目前 台湾所谓的 如天宫一 天宫二 天宫三 甚至是爱国者二 爱国者三 所构成的这种防御系统 东风17导弹 这把风力的手术刀 依然可以轻易地刺破 所以如果继续 以武互毒 强化对抗 那么各种武器装备 在东南沿海 也会相继出现 也体现出了目前 台湾当局的所谓新区 一旦台独走过了火 对于全岛生命安全 会构成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 自9月16号以来 解放军军机 每天到台湾空域打卡 10月21号也不例外 台湾媒体报道称 21号上午9点11点 解放军军机 两度进入西南空域 丝毫未受沙德尔台风 带来的天后因素影响 台湾空军 10月份至少55次 广播驱离解放军军机 9月30号 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也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应选指出 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之间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解放军的有关战训活动 是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中国年度最大的网络促销活动 双十一购物节 已经是拉开了帷幕 而这也是在疫情之后 首个双十一 也是见证消费力量的试金石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我们来看报道 10月21号零点 包括天猫 京东在内的电商平台 启动了2020年的双十一预售 天猫数据显示 双十一预售开启一小时内 参与人数比去年同期翻一倍多 而300多个品牌的预售成绩 也超过去年全天成交额 作为疫情之后的消费剂 中国双十一被赋予了更高的预期 韩国经济网站文章21号 用火爆开局来形容第一波预售活动 报道说 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剂 共有1400万款商品参加折扣活动 预计将有超过8亿消费者加入这场购物狂欢 京东同样于本月21号至31号开启预售 后期之秀拼多多则在11月1号正式加入大促活动 中国双十一购物节自问世以来发展迅速 规模已超过其鼻祖 美国黑色星期五圣诞大促销 2019年前者的销售额已经是后者的五倍 韩媒强调 今年双十一在中国克服疫情冲击 经济恢复正常的背景下开启 其成绩更是备受世人瞩目 疫情最严重的第一季度 中国GDP同比下降6.8% 创下自由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第二季度增长3.2% 第三季度增长4.9% 经济增速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字形 美国广告周刊则报道称 中国准备迎接价值超过400亿美元的双十一 各大品牌纷纷在全球最大的购物节上加倍下注 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国企业 比如美妆品牌亚什兰黛 已经在10月13号到21号 邀请8位女星举行8场直播预热 双十一标志着中国社会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中国消费者已经准备好犒赏自己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复苏 刺破了西方的傲慢 英国《泰晤士报》文章20号以此为题 指出中国在这个世界其他多数国家 瘫痪的年份实现了增长 英国《每日电讯报》文章 则这样形容目前的状况 西方封锁隔离 中国在开派对 当欧洲面对新一波新冠疫情时 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报道认为 中国的应对措施之所以富有成效 是因为从1月底起 其目标就简单明确 即切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 西方则是恶性循环 如果感染者得不到有效隔离 检测和追踪就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有大部分感染者没有被发现 那么隔离也就没有用处 而在临近大选的美国 新冠疫情甚至迫使许多投票站关闭 因为投票站所需的临时工作人员 通常年龄较大 但考虑到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许多人今年都拒绝从事这一工作 这让选举官员们无所适从 马里兰州关闭了大约80%的投票站点 有些地方正在用像这所体育馆 这样的大型场馆做投票站 希望这样能够减少所需工作人员的数量 截至21号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超过814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22万例 是全世界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受疫情影响 自5月份以来 美国人口贫困率出现上升趋势 又有800万美国人陷入贫困 据韩林社最新消息 截至22号19点 韩国已有28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 且死亡人数仍在不断上升 此前一天69岁的韩国总理丁世军 公开带头打疫苗 仍难消民众的强烈担忧 据KBS报道 自本月16号 仁川一名17岁高中生 在接种疫苗两天后死亡以来 韩国各地接连发生 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的病例 19号 一名60多岁的男性 在冀州市免费接种疫苗 21号凌晨死亡 大田一名70多岁的女性 在19号接种流感疫苗后 昏迷不醒 22号死亡 据统计 10月20号至22号 韩国全国接种流感疫苗后 死亡病例不断上升 死者年龄 多集中在60到80多岁 且接种疫苗后的死亡时间 都相对较短 其中居住在大邱的70多岁老人 在注射疫苗40分钟内就失去了知觉 12小时后死亡 为防止今年秋冬可能出现的流感和新冠肺炎双重感染 韩国政府决定为18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但就在启动前一天 由于运输流感疫苗的车辆保冷失效 使疫苗暴露于常温环境 政府一度叫停了免费接种 并召回了48万支疫苗 此外 另一家制药公司也主动召回61.5万支 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白色颗粒的疫苗 但此次死亡病例注射的疫苗并不属于召回的产品 相关卫生官员表示 有5名死者患有基础性疾病 21号 韩国疾病管理厅厅长郑寅静 紧急召开记者会回应此事 称死亡病例是否与接种疫苗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 其中有两例无法排除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 韩国暂时不会叫停疫苗接种 韩国官员透露 2009年至今年之前 韩国共有25人在注射流感疫苗后死亡 其中仅一人的死与疫苗有直接关联 韩国今年已有1297万人接种流感疫苗 其中836万人经由政府推行的免费项目接种 迄今431名接种者报告异常反应 其中111人出现局部反应 119人出现过敏症状 93人发烧 11时钟 几乎猛猛 转学 때니까 闇咪 소리만 나오고 전혀 안 들리더라고요 流感疫苗接种者死亡的消息 引发韩国民众担忧 注射流感疫苗的人数 已减少了三分之一 各大医院纷纷接到询问电话 打也担心 不打也担心 韩国民众焦虑情绪日渐增长 사망자도 늘어나고 또 염려스러운 부분이 있어요 안정이 검증이 돼야 이게 맞을 수가 있는데 또 나이 드신 분들도 자꾸 이렇게 또 이런 일이 생기고 해서 굉장히 불안합니다 이렇게 사망자가 나오는데 제가 지금 차라리 독감을 걸리면 걸렸지 백신을 맞아서 죽을 수는 없으니까 차라리 그게 낫다고 생각해서 由俄罗斯建造的当前世界上 动力最强的核动力破冰船 北极号21号正式列庄 核动力舰队开始服役 俄总理米舒斯京表示 新破冰船将是俄罗斯 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极走廊 占有领先地位 世界上动力最强 体型最大的俄罗斯破冰船 列庄核动力舰队 如果以赵瓦为单位 那么它的功率 以一座十万人口城市的 电力消耗量等同 这种能量在螺旋桨上 会转化为近八万两千马力 这意味着 较厚的冰层也会被破开 而船员人数只需过去的一半 说明设备非常先进 21号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在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 出席了北极号的交付仪式 他在21天内 航行4800海里 对系统和设备进行测试 并抵达北极点 请请请请请 北极号是22220型 核动力破冰船的首船 长173.3米 宽34米 排水量3.35万吨 他装备两座核反应堆 可破开三米厚的冰层 是当前世界上 动力最强的破冰船 除北极号外 俄还计划建造 四艘同型核动力破冰船 分别命名为 西伯利亚号 乌拉尔号 亚库特号 和楚科奇号 米舒斯京说 破冰船队的组件 将大力开发 北方海陆的运输潜力 俄罗斯破冰船队的发展 增加了亚欧国际贸易 通过北极走廊的兴趣 而且使俄罗斯在 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极走廊 占有领先地位 近年来 北极日渐成为 大国利益博弈的舞台 这与北极地区的 两个特点密切相关 一是北极地区运藏极为丰富的 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 二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后 北极航道的试航性和经济性 日渐凸显 自然成为全球战略竞争 新高地 经过北冰洋的 北极航道一旦开通 与传统欧亚航道相比 缩短了约三分之一 在总体安全性方面 也更具优势 伊朗21号期举行 代号天空卫视99的 大规模防空演习 演习第一天 包括伊朗防空部队 伊朗空军 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航空航天部队在内的 多个单位参与演练 当天的演习 使用了破坏性无人机 对防空雷达进行电子干扰 以测试和评估雷达 在干扰环境中的 持续探测能力 更多内容 我们来看一座苏兰 近日 一条印度ICU重症监护室里 老鼠乱窜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 有病人家属说 自从陪父亲住进ICU 就看到20多只老鼠 在屋中随意跑动 他们在病房内跑来跑去 甚至在病床旁的 氧气管上乱窜 医护人员在接到报告时 却只是说适应一下 网友纷纷对此提出质疑与批评 20号 俄罗斯莫斯科一名男子直播时 与女模特发生口诀 随即竟大打出手 视频中 男子嫌弃女模特身材不够好 女孩反驳后 男子便按住他的头部 重重砸向桌面树下 随后 还用力将女孩推开 目前 该男子已被警方调查 有消息称 男子提出赔偿10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8662元私了 但遭到了拒绝 新冠疫情下 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 21号低调开幕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国际电影节 今年大大缩水 不光开幕式取消 明星走红毯 各类派对酒会 户外影迷活动也都取消 今年电影节期间 将展映约190部电影 每部电影只上映一次 规模仅为往年的20% 此外 影院展映时 上座率不得超过25% 受强雨季暴雨和热带风暴袭击 多个东南亚国家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越南多地连日暴雨 导致洪水泛滥 山体滑坡 已有上百人遇难或失踪 数十万人撤离家园 在柬埔寨 连日洪灾导致至少34人丧生 超过30万人受灾 7万多栋房屋和29万公顷农田被淹 政府已出动军队等开展抗洪救灾 韩国政府将于今年12月 放宽对电动滑板车的管制 一时引发巨大争议 据韩国媒体报道 人们享受便利的同时 各种违规现象 交通事故层出不穷 比如电动滑板车突然从路边冲出 撞倒摩托车后逃跑 或者男子骑电动滑板车 约9岁男孩相撞 导致其骨折 还有人骑电动滑板车上班 被一辆刚刚驶出浮动的挖掘机 卷入车轮 不幸身亡 在俄罗斯北部城市的一条道路上 一辆垃圾车因故障抛锚 吸引来了一群北极熊 只见一只北极熊翻身上车 另外两只紧随其后 两只年幼的小熊则围着车身打转 北极熊在车上四处翻腾 甚至还将头伸进驾驶室 任凭司机鸣笛挥手 也不肯离去 俄媒称 近来垃圾成了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 学校 旅馆 居民家中 到处都能看到北极熊的身影 据《太阳报》报道 英国男子杰森·霍尔顿今年30岁 因暴饮暴食胖到了317公斤 只能卧床在家 他每天都会点烤肉 薯条 炸鸡等 高热量的外卖 越来越庞大的身躯 让他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无奈之下 只能向政府求助 最后出动了起重机 前后花了7个小时 30多人合力 才将他从公寓窗户调出 并送到医院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 央视网 央视频 今日亚洲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点击查看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